今年10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月 由于今年以来连续好几个月的异常高温 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戈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已经预测 2023年将成为12万5千年以来最热的一年 全球今年的高温持续被打破 主因就是人类活动持续排放温室气体 再加上今年出现声音现象所导致 极端气候也因为气温飙升而加剧 在全球各地造成更严重的野火和洪灾灾情 包括9月造成上千人死亡的利比亚洪灾 以及3月出现的加拿大野火 这些极端气候现象也让准备出席 11月底在杜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 COP28的各国领袖们将面临到更急迫的压力 思考要怎么样以具体的作为 遏制温室气体排放 气候变迁与空气品质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近几个月来 从北京、雅加达到新德利等全球大城 都出现了严重空污 这些城市笼罩在一片雾茫茫之中 犹如末日场景 国际特赦组织指出 气候变迁和空气品质息息相关 因为会导致气候变迁的污染物质 也会损害空气品质 这让人们的生命权以及健康环境权 面临到升高的风险 而当局应该要尽一切所能 避免人类为灾害付出代价 空污恶化让大口吸气成为了奢侈 今年8月 印尼的首都雅加达空气品质持续恶化 空污来源包括车辆的废气排放 能源和制造业 以及垃圾焚烧等原因 印尼卫生部指出 这一波空污导致超过20万人罹患呼吸道疾病 而事实上从5月开始 雅加达就一直位居全球空气污染 最严重的前10大城市名单上 另外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每年进入冬季都会面临到严重的空污恶梦 主要是因为农民焚烧稻草的农业废弃物 以及交通污染等因素 而今年的空污程度似乎更为严重 为了减缓空污 当局已经实施停课和车辆分流上路等措施 不过新德里居民已经感受到空污对他们的身体造成的危害 新德里一家医院急诊室 挤满了交集的父母 以及他们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 因为空污已经严重到婴儿难以呼吸 需要进行吸氧辅助治疗 一名一个月大婴孩的父亲表示 不仅是小孩 大人都感受到空污的严重影响 重要的年度气候谈判 COP28将在11月30日 与杜拜登场 而这场重要的会议 在中东这个重要的产油地区举行 早已引发环境人士的质疑 认为要降低对石化燃料依赖的目标 恐怕将被大打折扣 COP28主席已经暗示 完全依赖再生能源是不可能的 在面临欧战争持续 以及中东冲突在起之下 各国要如何超越地缘政治分歧 携手应对关乎人类存亡的气候危机 将是各方需要尽全力克服的重大挑战 杨广编译 张亚涵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